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坎 老胡啊 昨天给自己开了个股票账户 今天呢 第一次买股票 说实话啊 有点兴奋 我一大早就给股票的账户 划入了十万块钱 挑了两只个股 一开盘就买入了 然后呢 又找了两只基金 开盘半个小时多啊 以后买入的 一共呢 花了四万多块钱 到中午一看 十万多块钱 十万元的仓 变成了十万零六十四元 哎 抓了啊 四只股票呢 两赚两赔 但毕竟呢 是开门红 我很开心 下午啊 一开盘 盈利的六十四块钱 迅速缩水成 只剩下四块钱了 我心想完了 开门红估计 要变成开门绿了 之后呢 老胡啊 在一个讲座上授课 整个一下午 到互动环节的时候呢 已经很晚了 学员们呢 都通过互联网 知道老胡 买股票了 纷纷啊 都很好奇 问我情况怎么样 我呢 就在台上 当场打开手机 一看账户 哇塞 盈利又奇迹般的变成了 一百零四点七元 我高兴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 台下的上百个学员啊 送给老胡热烈的掌声 祝贺我 开门红 老胡啊 要说运气真的不错 第一天呢 就赶上了大盘飘红 股市送给我的第一个表情是友好的微笑 无论呢 我今后输赢 我都会记住看到的股市这个第一个面孔 当然了 今天呢 我也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股市的变幻莫测 钱呢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之前啊 还是六十四块钱的盈利 转眼呢 变成了四块钱 哎 后来呢 又变成了一百零四块七毛 这根用劳动文文当当的的换辛苦钱 还是不一样啊 这里呢 要的是用智慧和胆略搏击风险 昨天呢 就有网友警告我 剪瓶子都比炒股赚钱啊 我做好了要想开的思想准备 不过呢 我还是有一种加入到一个潮流里的欣喜感 觉得呢 自己从此成为了网民大军中的一份子 我经常觉得啊 大拨哄 就是一种幸福感 而且呢 这样的融入会让我以后说经济 谈股市 多了点底气 也多了点道义感 说股市变幻莫测 这没错啊 但好像呢 也不是毫无可预测性 我这个时候进入 除了呢 想对中国经济增加一份切身感知 也是呢 觉得股市都跌这么多了 国家更多振兴经济的措施 都说呢 已经在路上了 所以啊 我有此时进入股市 大概率不会赔的 出生牛犊 不怕虎啊 老虎可不想赔个底儿掉啊 呲牙咧嘴的感受 做韭菜的那种痛 当然了 我相信自己一开始会交些学费 但我买的呢 都是从高点跌了一半的个股和基金 我朴素的觉得 他们不该再跌一半吧 我为自己也为股民们祈祷 昨天老虎开户时的A股股指 就差不多是中国股市 从今往后的最低点了 这是个良好的祝愿啊 如果呢 老虎就是看走眼了 那么就让我陪着大家一起陪吧 完全呢 没有想到我入股市 会成为网上一个挺热的信息 明确说啊 我不是来给股市带节奏的 以后呢 我会陆续加仓 买更多个股和基金 但我不会公开说 自己买了哪只股票和哪只基金 如果一些人跟我一起买赔了 还不得骂死老虎啊 但呢 从今往后 老虎也是股民了 我会与大家一起欣喜 一起沮丧 有一些感受和期盼 我愿意呢 与大家分享 随着呢 老虎越来越了解股市的情况 我希望自己能说出股民散户的共同心声 并且呢 让那些心声更多的被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听到 我希望自己能说出股民散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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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民散户